想要创造财富,就要懂得如何投资操作,寻找契机。 大来国际丁兆宇分析师,带你掌握股市的投资关键。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 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听众道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标股智囊团,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菲萍,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大来国际投雇的总经理,丁教宇哥,来到我们的现场,宇哥好。 飞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来国际投雇总经理,丁兆宇。 我们看见台北股市表现如何,将来只说,居然已经大涨超过一万七千点了,天宝们,已经大涨超过一万七千点了,接下来还会涨吗? 到底接下来还能不能买?到底该怎么样来操作呢? 除此之外,天宝们还记不记得这三天,老师一直跟大家说了,就是如果你手上有洋志的好朋友们,或者是你想要做这档股票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来找宇哥啊,今天这档股票就是攻上了涨停板, 恭喜我们的会儿们,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了。 最后听众,目前这样的盘是,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呢?老师。 其实这几天,我跟大家一开始都会先讲这个盘,我们的看法。 我也跟大家讲,记不记得我讲这波是晶晶涨上来的,短线涨一千多点上来了。 但是因为它不是因为轻融资,让这个指数上来的,所以不能爆量,特别是爆量之后三天之内不涨。 这个我跟各位讲过了,还是适用。 我上个礼拜,礼拜五有跟各位讲,这个观念,所以大家记得。 那今天呢,其实台北股市呢,是开高,可是开高上去之后,对不对? 这个量是有出来,那就观察,未来这三天,这个指数的一个部分,不要去预设里长。 好的,那我想,当然最主要原因了,现在这个盘市,很多人,大家都开始在觉得说,好像不错了。 那即便是就是说,很多投资人到现在还没有进场的,我觉得都来得及。 都来得及,因为我跟大家报告就是,指数这样晶晶涨上来,最会,最有可能发生一种情形就是,高档股跟低档股的轮动。 它把这个量慢慢滚出来,所以你要抓住这个轮动的节奏,抓住这个轮动的节奏。 好的,那其实这几天我也跟大家谈了很多观念了,那我看我从这个, 华欣光开始说起好了,还是跟华欣光开始说起,我说,其实投资人是这样子,很多投资人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在分析节目,我在分析节目当中呢,我尽量就是,大家自己会的,自己懂的,就不用分析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比如说基本面,所以基本面就是这个股票是什么题材。 对,那股票是什么题材?其实,你上网,或甚至看报纸,你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得到讯息。 是,其实不是说基本面不重要,而是说,这个,这类的资讯你很容易取得。 对,好,那当然,其实坦白讲,很多人喜欢从基本面左手,这个也是很好事情。 嗯,不过我总觉得就是说,我不如再用一些有限时间来教大家,大家不懂的。 对,我常常喜欢跟我们这个投资人去分享,我说,投资人常常是怎么样,做股票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啦。 嗯,好,那其实,呃,我举个例子,废评,这是我跟我朋友的一个Line的这个对话。 是,我特别把它这个印出来,让废评看一下。 好,那这个是这个前两天的时候,我跟我一个朋友对话了。 我说,哈哈,我不是早就告诉你吗? 嗯,给你股票,你都不见得赚得到。 对,好,那我说,我跟很多客户都讲过一样的话。 嗯,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做股票,都有自己的想法。 对,结果嘞? 嗯,结果如果你们没有赚钱,那代表你的想法是错的。 嗯,好,那最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昨天就带客户去买洋制,嗯。 今天就掌停,没错。 我那朋友,发疯了。 他说什么 他讲说 不是宇哥 你观念都只教我一点点 其实我又再把之前的 那个赖的这个印出来 废评你也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 我觉得废评对你 也是有帮助的 其实有些观念 我说强势股 为什么是短缺弱的时候买 对不对 那我又告诉我朋友 现在的氛围是 你去追涨或追涨停 你会被隔日冲 或是当冲的修理 对 对不对 好 那我跟他讲说 我所以我通常都是买黑的 买黑的 那这样起码被冲下来 机会少一点点 好 那这个赖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今天跟大家 花点时间跟大家去做 去做这个 这个分享的话呢 最主要就是 我知道大家做股票 都是自己的想法 对 标股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看过 每个人甚至都曾经拥有过 可是 你不见得会做 对 有的时候我在节目中 当中会跟各位讲 我说 大家都有标股 可是 你们做的也有灵活嘛 对不对 好 那话说回来 我们拉回到 滑星光来讲 滑星光 我们大概讲很多次了 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好 我说滑星光当时 我切入进去买 结果从122块钱 一路涨到180 对 对不对 那我这三天 我只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我说 杨志跟那时候滑星光 很像 那个图 其实 我都给费宾看过 对不对 滑星光这样一路跌下来的时候 我在三根跌停板之后 我在三根跌停板之后的两天 最低那一天进场去抄底 杨志当时我也跟听众朋友报告 我说像不像滑星光当时 有 那我特别讲 我手中有 你快来找我 因为我知道有的投资人是这样子 第一个 想听听股票 第二个 这个想听听 这个股票是不是自己有的 当然自己有 他会关心 是 所以我说杨志 我不知道各位有 有没有 但是我很斩钉截的告诉大家 我说他跟当时滑星光很像 对 你要想做的 你赶快来找我 来 费宾 是 这昨天的讯息 好 来 时间 全文 日期麻烦你 来 11月4号礼拜二 下午1点钟的时候 老师呢 给我们的听朋友们的抠讯 老师说什么呢 资金转进 3041 杨志 平盘下 23.9元 付进买进 这是给会员的抠讯 来 这三个字 其实 这个讯息最重要 只有两点 第一个 当然是股民嘛 对 第二个什么 平盘下 各位 我说到就做到 没有必要 我是不会去追涨的 对 如果能买便宜 我一定带你买便宜 来 3041 杨志 那今天呢 废平 这个字比较小一点 一样 麻烦你 来 昨天买进的 3041的杨志 今天立马攻上 掌停本 恭喜大家 我们的操作就是棒 感谢大家 接下来还有很多股票 大家一定要跟上哦 好的 那讲到这里 坦白来说 不是我老王卖瓜 我真的很厉害 我真的很厉害 而且我厉害的是 我能够公开告诉大家 我不是躲躲藏藏的 那因为 我们在这一行 真的非常久了 我也看过很多的分析人员 对 功利不够的 通常呢 看图说故事 对 就是看什么涨 就分析什么 然后再带一点 从网络上抄来的 这个基本面 某某股票啊 就做什么的 所以他大涨了 那个谁都会 你看图说故事一流 这种分析 一点用处都没有 对不对 对 那我昨天还特别跟各位讲 我说有的人 你们听节目 或是你们 在看人家分析室的时候 你要记得一点 如果他一直跟你强调说 我跟各位介绍的 什么什么什么股票 已经大涨多少多少多少了 对 你先确定一点 他到底 买了没有 再来看看 他是买在哪里 是 所以这点 真的非常重要 那我华星光 其实我在 最低122那天 我不但进去买 我还 直求对决 在节目当中 公开的讲 我说 我今天买进华星光 9月21号 各位记不记得 有 那接下来 你们都看到了吗 前一天 9月20号 我公开告诉大家 我买3450的联军 对 隔天直接涨停板 9月21号 好 来再来 安国呢 现在大家都在讲 它是最便宜的IP 对 对不对 基本面大家都知道了 他买了这个 星河半导体 入股星河半导体 基本面大家都知道 那我问大家 我问那些分析的同意好了 是 那你们有没有做 为何不做 对 对不对 你天天去听故事 天天去看 看图 说故事 结果呢 看到安国 已经 我已经 我已经获利入带两次了 再把它买回来 从40块钱 那个地方开始 一路涨涨 涨到今天最高70块钱 对 那很多人是天天看 天天讲 天天分析 我已经 我已经 你们各位一路看到创新高 可是你有没有看 该赚的也没有放到口袋里面 对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跟各位讲 你们真的 不花钱的最贵 我再讲一个 M31今天分盘 20分钟一盘 对不对 很多看M31分盘 吓都要死 那我告诉大家 我跟我客户讲 我现在也跟所有听众朋友讲 你没有M31的 先听我讲 给他分 给他分 你手中有的 让他分 好 我跟你讲 这档股票 他就是要创新高 我跟展丁节的告诉你们 好 我有Gas跟各位讲 好 那更不用讲说 这个微影了嘛 1390块钱 涨到1900多块钱 对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股票是这样子 你看 你听 其实 当然啦 你自己有 你或是你买了 你听了我们的分析 你听了我的操作 你跟着去买 你有赚钱了 我恭喜你 对 我也替你高兴 可是如果你听我的分析 你只是听 而你手中有其他的股票 你没有做 没有跟着我们赚钱 反而抱着自己手中股票 不知道怎么办 那是不是很可惜 对 对不对 我再举个例子嘛 今天这个G家 美国大涨啊 2376G家 也开高啊 对 废品 开高走低哦 238.5 跌到228 差10块钱 是 我跟大家讲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G家营收 创新高 为什么股票不涨 那我就告诉大家一点嘛 你们都知道的事情 那还没有办法做对 那问题在哪里 我就简简单单跟各位讲了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 你看到营收创新高 股价就要同步创新高 没有这种事情 你真的要做的 其实真的有太多东西 想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嘛 我今天杨智 我可以公开告诉你说 你来了来找我 我这三天我公开讲 我没有闪闪躲躲 你昨天跟着我的 你前天愿意的 你大前天听到你动心的 我昨天带你去买杨智 你今天直接享受怎么样 开高走高涨停满 说一万多张 是 明天不要自己去追 我还是这句话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分析 时间真的是不够 因为我卖也跟各位讲 我甚至说涨停板的股票 我叫大家明天不要自己去追 这个话我也会跟各位讲 为什么 只是希望一点 你没赚钱的 你只是看的 一定是你那什么地方有问题 你的做法 还是什么什么地方 去调整一下 好不好 来飞瓶 好 所以说天王 到底接下来呢 您如果错过杨智 跟着老师 还有会我们赚掌听的 我们下一档 到底要怎么跟着老师 进场来操作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去回答我们的节目当中 马上回来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 标股智能团专家 丁兆宇哥 今天在节目当中 有跟大家一起来分析 来分享 大盘已经越过 一万七千点了 到底你还没有进场布局的 还来不来得及 答案是肯定的 都还来得及 而且这三天 如果你有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恭喜大家 老师说了 如果你想要操作杨智的好朋友 一定要来找宇哥 对不对 果然今天的工上涨停板了 恭喜我们的伙伴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大家都赚到了 听伙伴们 如果您错过了杨智 错过了安国 错过了亚翔 错过了茂达 到底接下来 要怎么样跟紧老师的脚步 来布局下一档好股票 这一档股票 老师说是长线低机期 主身段即将要展开咯 想要跟上吗 今天跟上的伙伴们 老师要让大家用一个 很没有负担 而且是宇哥 接下来会让大家 用最低门槛 而且带您 亲自带您进场 来布局这样的一个方式 最后听我们心动不麻行动 赶快打电话进来 用最低门槛 而且用最轻松的方式 带您进场啦 欢迎电话赶快播出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大家投过电话号码 赶快播通我们的专线 023659333 0223659333 打电话进来 就是现在 49890988新闻台 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 是标股智囊团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沸屏英文 你要请到我们的专家宇哥 来错过我们的杨智的好朋友们 错过安国的好朋友们 到底接下来这档长线低级棋的 主持人乱级要展开的这档标股 听我们想跟上吗 赶快打电话进来 好听的歌曲 Michael Jackson 所带来的Billy Jean 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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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档 当然做法我都跟大家讲过了 那我这边有一档股票 就是它长线是属于低级棋的 但是呢 我只能透露一点 这个地方 它先拉出出身段之后 它整理了一下 那主身段即将展开 我认为这档股票 它的一个爆发性非常非常惊人 那我再透露一点点 这股票呢 最近这间公司的 应该这样讲 它有策略合伙人 通常有策略合伙人进来之后呢 那个股票 都会 都会有故事的啦 我们只讲到这个地方 都会有故事啦 所以这个股票来讲 我觉得 五六十块股票 会很飙 股票是这样子啦 我跟大家做报告 就是这个也当成教学啦 你从五十块开钱 开始往上标 你大概标到 差不多七十块钱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 一个come down 到差不多接近八十 八十之后 接下来会整理 那只要整理的时间够 接下来往上走 就直接就是过一百 当然过一百会震荡 然后理由 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五十块钱的股票 因为刚过那个ticker 所以ticker就是一个交易 跳动的一个 一个门槛啦 你十几块到二十块钱 是一个门槛 对 你四十九块 九到五十块钱 是一个门槛 你九十九点九 到一百块五毛 是一个门槛 所以每一个门槛 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地方 股票通常啦 它的这个 动的这个动机啊 会比较强 这个我想大家 你可以听一听 那为什么 跟大家讲 你现在这个氛围 你真的要积极做多 各位 全中华民国的分析师 我想啦 我印象中啦 大概 我大概好像只听过一个 还是没有 我忘记了 可能他只是随便讲一讲 他也没有 他不像我持续跟各位讲 我一个月前跟各位讲什么 我说美元指数 才是影响 大盘的一个很重要关键 记不记得 记得 我还肯 展宁杰讲了八个字 利多出境 高档背离 有没有 我跟各位 各位讲过了嘛 我说美元指数 其实坦白来说啦 你就算不做股票啦 对 你也不会在那时候 去追美元啦 这是我很自豪的一点 我跟各位讲 所以我都讲在前面 那我告诉大家 你们听我的节目 你们的 你们有收获 我很开心 对 但是我希望大家 你要化成 获利 要赚钱 好不好 所以跟大家讲 天天看 天天听 你看安国 我们做这么多趟了 他今天被分拌交易 还持续创新高 华新光更不用讲了 华新光联军 那是不是都在 大盘最难做的时候 华新光在最低的时候 我带你进场去重压 是 接下来杨智 哪一档股票 我不是公开跟各位讲的 我都公开跟各位讲啊 我不讲这个原因 就是我的客户还没买够 我还要再买 那这个部分 我当然就不会讲 那像杨智这个 很多人有了嘛 那因为很多人 这个分析的时候 之前在讲杨智 我也有听到 那我相信很多人 手中也有杨智 那我就把它归类 我说这个很像 华新光那时候 我进场去买的 就等一个点 那我大前天不买 我只跟各位讲 你赶快准备跟着我 我前天跟各位再讲第二次 我说你有杨智的 你赶快跟着我 我昨天又跟各位再讲一次 我说你想做杨智的跟我 那当然其实 有一点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我没有买杨智 为什么 开盘大涨 你叫我去买股票 你开什么玩笑 是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杨智 我是昨天刚飞评念的这些讯息 我一点钟进场去买 我买平盘下杨智 是的 今天直接拉到掌听盘 好不好 那我刚刚讲的这档 主声段即将展开的 这样股票 你们一定要赶快来布局 好 所以利用电话 赶快拨通 明天早上一早 我怕像杨智一样 这样子直接拉上去掌听盘 那就真的是太可惜了 好不好 把握机会 你错过杨智 错过安国 错过了 太多了 想完没讲完 对 对不对 因为不能讲太多 讲太多 部长耳朵 一直在养也不是办法 冒打 今天是不是创新高 对 对不对 好 围影 对 M31 给他分 这我都讲过了 那技嘉 有没有 300块钱 我跟大家讲说 不能碰 现在是不是还是弱势 今天才320几 最低还要 220几 今天最低来到 波段最低来到210几 好 我说你这些 你都见证到了 那这一档即将展开主身段的股票呢 赶快跟上宇哥 我用一个最没有负担的方式 让你们跟着我来买这档即将展开主身段的超级大标股 好 来听我们想跟着老师进程来布局这一档即将要展开主身段的超级大标股 麻行动不如麻行动 赶快打电话进来 老师要给大家一个最没有负担的方式 而且最低门槛让您跟上宇哥的脚步 心动不如麻行动 赶快打电话进来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这些宇哥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各位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听板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老朋友 恭喜我们的会伴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进我们的专家呢 标股智能团专家 听着宇哥进场来操作的老爸们 真的是开心对不对 转不停啊 尤其是这三天 老师一直跟大家说 如果你想要布局阳志 或者是你手上有阳志的老爸们 一定要打电话进来找宇哥 果然今天呢 攻上了掌听板 恭喜我们的会伴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了 最后听众们 您错过杨志 错过安国 错过亚翔 错过了茂达 错过了M31的老爸们 接下来这档股票 老实说 这档股票是长线低级棋 而且呢 主声段即将要展开咯 所以又听我们听一套主声段 就觉得眼睛为之一亮 想要跟上吗 欢迎听我们 赶快打电话进来 老师要给大家 最没有负担 最没有压力 最低门槛 而且要亲自带您进场来布局 准备好了没有 拿起电话线就拨 023659333 023659333 想跟着老师 继续来操作好的股票 转波段好行情吗 这档股票 老师说 长线低级棋 主声段即将要展开了 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023659333 023659333 0223659333 大家欢迎来 就是现在 播头我们的专线咯 财经关键晚报 标股智囊团 由大来国际投资 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股 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